這個,dji,按一下這個,十足,教一下 這裡按一下,著燈,一拍 扭! 你拍一下這個,拍近一點 這個是dji十足,十足,四足,四足 這個呢?是不是這個呢?四足 我只是想要十足 咦?還沒出來了,還沒出來了 還沒扭完啊 行了,你是不是扭了? 我扭了,你扭了,我幫你看 打一個看看 按一下 按一下,著燈,拍卡 完美,扭! 我來見過 太久沒有扭彈了,要按按鈕,要拍按鈕 四足,還是看到這個? 咦? 這個要砌的? 砌的,是模型來的 是模型來的! 我又可以飛了 又不批了 二十幾人會飛,這麼糟糕 這裡是... 這個十足 有十足 他有... 他告訴你有分什麼 OK,你開吧 開這個 開來演 開來演 dji 這個是核心 什麼?核心? 機體啊,真的是 本體 他那個本體 啊,四足 四足 你看到他四個這些 還有這些是模型 你回去砌吧 哈哈 麻煩 誒? 誒? 好像四足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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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剛剛回來了 現在就插上另一個 有一個就是 一個飛機的模型 對 讓大家看看那個 紙先 好了 這張紙 它就說到 有不同的 DJI的一個飛機 其實這個是模型 即是普通模型 我們就以為它是可以飛的 但可惜它是不會飛的 OMG 但不要緊的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怎麼砌 嘩? 其實都 貌似都很難砌 看起來都不算太... 容易啊 OK 怎麼砌 大哥 哈哈 他有沒有教我怎麼砌 他沒有教我怎麼砌 大哥 怎麼砌 他應該... 這塊是什麼來的 哈哈 這塊是什麼來的 看看 這塊應該是本體 然後這隻腳 應該是 好了 幾經辛苦 終於好了 底座了 砌了很久 然後這裡又怎麼砌呢 就是這樣 OK 嘩 好像很高科技 就是這樣 嘩 嘩嘩嘩嘩 什麼事發生 神經病 很難砌 啊 要這樣按住才 然後這樣 嘩 嘩 嘩 BURST BLOOD 嘩 瘋 神經病 超難砌 這個都... 蛤 有點難度 真的 究竟是怎麼砌 這麼複雜 這個是... 哪裡 咦 這個要關掉 哈哈 噢 經過一番的努力 終於砌好了 但是 就有些問題 存在就是 這一塊是鬆的 噢 不要緊啊 哈哈哈 技術性問題 OK 那我現在砌回去 應該沒事的 OK 好 砌進去 OK 咦 不行了 好 再砌 搞定 基本上就是這樣 沒錯啦 就是這樣的尺寸 還有就是... 白色這一塊 就是一個 類似是Sensor 是不是叫Sensor 那些 就是用來接收GPS的訊號 為什麼要接收呢 就是因為 如果有了這塊 這個遙控道 會有一個GPS的... 按鈕 你拍了之後 它就會比較相對穩定地 就會在這個空中 就這樣飛 但是你不需要控制 就這樣飛 因為呢 如果正常來說 你沒有GPS的話 你的機器就這樣 向上升 它一定會左搖右擺 但是如果有個GPS的話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叫GPS 哈哈哈 但是我就聽了幾天這樣說 就是... 曾經之前教我玩那個 就... 如果你有開的話 基本上都很穩定在這個位置 除非是這些軸 出現了問題 那譬如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些軸 可能就... 有些... 軟了 或者是這裡會磨損了 這個... 損耗了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過飛行的方向 或者是力度 速度等等 好 那我今次來這裡先 突然講了一些 關於航拍機的一些知識 那我自己都補一補充 自己就沒有玩過十軸的飛行器 八軸都沒有試過 我自己只試過玩四軸 其餘什麼直升機那些 雙軸的那些 我完全沒有試過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都想試一下十軸 不過十軸 相對來說 就... 相信那個價錢都會比較貴一點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玩一下 那現在就暫時玩著模型先 對了 比較猜不到的就是我和我的朋友 都是同一個型號 都是八軸 不知道為什麼 OK 好啦 那我今次來這裡先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訂閱啦 還有就給個Like 那我們下次再有其他開箱 就給大家看看啦 就這樣吧 拜拜